运动科技日新月异 让当今选手的运动表现大大加分 对于长跑运动员来说更是如此 近年来搭载碳纤维版的跑步鞋成为趋势 日前就有品牌推出了两款全脚掌碳纤维版的竞速跑鞋 并邀请许多国内顶尖长跑好手一同来实际体验 因为我穿过之前那个前一双碳板鞋 它是半个脚掌是碳板 然后这一双穿起来是真的是有比上一双的稳定性还要高 然后也比较弹这样子 然后跑起来会比较感觉会比较舒服这样子 你就觉得穿起来会比较轻这样子 有在跑步的人都知道 有双轻巧舒适的跑鞋真的很重要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每位跑者都有不同的跑步风格 有人是步伐比较大的不浮行跑者 也有人是脚步频率比较快的不平行跑者 所以厂商特别打造了两种鞋款 来迎合不同风格的跑者 我的部分我是属于步伏 然后我的腾育的时间相对比较久 然后骨刺头支撑跟宽的活动度 其实相对不能有太多的震动 因为可能会造成受伤 这其实缓冲效果能够让我的小腿跟我的宽 能够适当的缓冲 然后让我的活动度变得更好 我想有很多人从这个地方受益了 包括步频比较快的人 还有步伐比较大的人 他都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的成绩更精进 从去年伦敦马的37岁名将Sarah Hall 到上个月出战日本琵琶湖马拉松的 常跑好手船内优灰 都在探板鞋的帮忙下改写个人PB 所以相信有了新战靴的加持 几位本土跑者也更有本钱 在接下来的比赛挑战个人最佳成绩 YTU新闻采访报道